2008年6月9日 与朋友们相约聚餐的Travis Alexander突然爽约 而且电话也无法接通 朋友们觉得很奇怪 因为Travis不曾放过鸽子 你想到最近的几个月 Travis说自己被人跟踪 Facebook被人的骇入 汽车的轮胎被人两次扎破 担心Travis遭遇不测的朋友们 马上赶到Travis位于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住家 一行人发现墙上有多处的血迹 追溯这些血迹的来源 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Travis 结果是可以预想到的 Travis倒在淋浴间里 已经发出了腐烂的味道 于是他们马上报警 朋友口中的Jody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跟踪Travis 甚至是扎破他的轮胎 他会不会就是杀害Travis的凶手 Travis Alexander是一家法律服务公司 PPL的销售员及演讲员 他同时是一个虔诚的魔门教徒 2006年9月 这一次PPL位于拉斯维加斯的会议中 他认识了身为摄影师的Jody Arias 因为Travis的个人魅力 Jody很快迷上了他 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Jody 为了跟Travis建立联系 甚至加入了魔门教 于2006年11月 在南加州 由Travis为其进行受洗仪式 这段暧昧在2007年2月 终于有了结果 两人开始约会 不过Travis住在亚利桑那州梅萨市 而Jody则住在加利福尼亚州伊雷卡市 同时车程就要用到15个小时 但是这点距离 又怎能阻止两人的爱呢 他们开始了持续一年的毅力恋 轮流在两个州之间广返 每次约会都打得十分火热 两人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来往的邮件就已经超过了8200分 最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Jody甚至不惜一切搬到了梅萨市 只为跟Travis呼吸同一个城市的空气 然而自从Jody搬到梅萨市后 Travis开始发现 这并不是他要的爱 Jody的爱是疯狂且令人窒息的 害怕Travis有第三者 Jody经常跟踪Travis 甚至嗨入了他的Facebook 一查看Travis是否有跟其他女孩的暧昧对话 最终无法忍受的Travis选择分手 而Jody也在2008年4月搬回了伊雷卡市 虽然两人已经分手 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肉体的关系 尽管这个时候 Travis已经跟其他女孩正在约会中了 发现Travis的恋情后 Jody像发了疯一般 两次扎破了Travis的轮胎 还发威胁邮件给Travis的现任女友 直到Jody跟Travis念情的朋友们 都纷纷劝说Travis要断 就要断得彻底 还打趣道 该不会哪一天就在你家冰箱里 找到你的尸体吧 想不到自从Jody搬回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Travis就被人发现 沉失于自己家的淋浴间 身中27到29刀 其中最致命的一刀是在喉咙上 法医最终断定为失血而死 头部还有一个弹孔 在Travis的身旁 也找到了点25口径子弹的弹壳 但是针对头部的这一道弹孔 法医无法确定 这一枪是在Travis的生前 还是在死后造成的 还记得刚刚的报警电话吗 Travis的朋友们都纷纷执政Jody 于是警方开始将调查重点 封在Jody身上 Travis是在6月9号 被朋友们发现沉失于一间 根据法医的分析 案件发生于6月4号 一般来说 警方如果怀疑某个人 最先调查的就是这个人的作案动机 以及这个人是否有不在场证明 结果发现 6月2号也就是案发的两天前 凌晨1点到3点之间 Jody四次致电给Travis 但是电话似乎无法接通 因为通话时间最长也不过才是7秒 凌晨3点之后 Travis两次回电给Jody 第一次是18分钟 第二次则是41分钟 凌晨4点03分 Jody又打了一通电话给Travis 这通电话维持了2分48秒 之后 根据商店的记录 早上5点39分 Jody在伊雷卡市购买了汽油 然后向南往雷丁市租了一辆轿车 准备长途跋涉前往犹他州盐湖城 参加PPL的工作会议 并与PPL的同事Ryan Burns相约碰面 直到第二天深夜 Jody才从盐湖城离开 根据同事Ryan的口供 Jody在3号离开盐湖城后 两人又在5号再次碰面 又参加了PPL的另一场商务会议 也就是说 在Travis遇害的当天 也就是6月4号 Jody是没有不在场证明的 而且Ryan还告诉警方 等到5号Jody再次回到盐湖城时 他的一头金发竟染成了中褐色 更奇怪的是 他的手上还有一道划伤 6月6号Jody驾车返回加利福尼亚州 中间他还多次语音流言给Travis 等到第二天 他将朱令来的车退还给朱令公司后 店员发现仅仅在短短的6天之间 这辆车竟然跑了4500公里 而雷临市到盐湖城的距离 只有1200公里左右 往返路程也不过才2400公里 但是如果从盐湖城 载到Travis所在的梅萨市 就是1100公里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Jody从雷临市到盐湖城 载到梅萨 返程也是这条路线 那么路程刚好差不多4500公里左右 跟轿车的行车记录就吻合了 而且根据注册公司店员的说法 当车被返还时 缺少了一块地垫 前排和后排座椅上都有红色斑点 但是因为在还车时 租车公司已经彻底清洗过了 现在也无法检测红色斑点是否为血迹 更重要的一个巧合是 就在5月28号 也就是距离Travis 案发的8天前 跟Jody同住的他的祖父母曾经报案 送一把.25口径的手枪遗失 这个口径的手枪 刚好跟现场找到的蛋壳尺寸相吻合 有了这么多的证据 基本可以确定 Jody就是杀害Travis的凶手 2008年7月9号 Jody被起诉 一级谋杀 6天后 他在家被正式逮捕 并于9月5号引渡至亚利桑纳州 以下是检察官的审讯画面 每个人都被判断了 每个人都被判断了 但你必须要看得到 我也知道我死了 你跟着 它一定有清水 十分钟 我就有没有 他是否在家里 我相信你 有继续我来认识 他真的是 你会冒兴 他的机会 你年轻人 如果你不是 他的儿子 你的电话 在这里 我而对 我不能打开 但他死了 我画了 即使各項證據都指向 Jody 他依然敵死不認罪 直到審訊員提出了一項新的證據 原來在搜查 Travis 家的時候 警方發現他近期購買的一台數位相機 被丟進了洗衣機裡 但是相機被發現時已經嚴重損壞 迄今修復 警方採取了相機裡的照片 這些照片包括Travis 跟 Jody 的一些有暗示性的果照 還有Travis 在洗澡的一些照片看似正常 但是可怕的是 這些照片所拍攝的時間是2008年6月4號 正是Travis 遇害的當天 另外 牆上的血跡經過鑑定 裡面有Travis 跟 Jody 兩個人混在一起的DNA 還有 Jody 的手掌印 帶有血跡的屬於 Jody 的頭髮等等證據 但是 Jody 就是咬定自己不在暗發現場 什麼事? 我可以描述的血跡 我可以描述的血跡 如果不是有 Jody 的審訊畫面 我都無法相信有人在證據如此確鑿的情況下 竟然還能一口咬定自己是無罪的 自己不在暗發現場 自己沒有傷害被害人 她還裝出一副非常無辜的樣子 尋問審訊員 在之後的幾次審訊裡 Jody 更改了自己的陳述 她說 自己當時確實在Travis 的家裡 但是 他也是一名受害者 當時有兩個蒙面漢闖進了Travis 的家裡 攻擊了Travis Jody 趁亂 頭也不回地逃回了Travis 的家 但是一直更改證詞的 Jody 根本得不到法庭上任何人的信任 2009 年 5 月 18 號 法院甚至強制執行 讓 Jody 接受智力及能力的測試 追捕兩年後 在一次庭審中 Jody 又一次更改了自己的證詞 她在法庭上代表自己陳述案情 在這一輪陳述中 她說自己的確槍殺了Travis 但是這全是出於自衛保護 因為Travis 是一個恐怖情人 在精神及身體上虐待自己 由於魔門教的原因 Travis 不能進行婚前性行為 所以她強迫 Jody 以其他部位進行性生活 她認為這樣就不算違反魔門教的規則 甚至在法庭上 直接公開了自己跟Travis 姓事時 所錄下的一些性愛錄音 這原本是兩性之間的規防情緒 因素私事 但 Jody 卻藉此打造文章 Jody 還聲稱 Travis 對小孩情有獨鍾 在庭上展示了一封 他自稱是Travis 寫給自己的書信 Travis 在信中 承認自己有念同情節 結果經過鑑定 這封信根本就是偽造的 他試圖想要毀掉 已故被害人Travis 的聲譽 來為自己的自衛殺人合理化 以上是 Jody 在法庭上 針對他是如何面對Travis 的攻擊 以及如何出於自我保護 才傷害Travis 做出的辯解 我嚇壞了 我可以聽到他的步驟 我可以聽到他的步驟 我後來發現我能夠死 如果他能夠維持我的腿 所以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我拿著槍 我轉身後 我們在中間的洗衣室 我把我雙手指向他 像一個籃球員 他有點低落 然後拿著我的腿 但他之前做的 他在踏著我 把槍斃掉了 然而 Travis 的斷孔是在額頭 右邊眉毛上方的位置 根據法醫的檢測 這一槍應該是從右上方的位置打入 就像這支影片所顯示的方式 如果事實正如 Jodie 所說的一般 那子彈應該會是從正面的位置 進入 Travis 的腦袋 又或者是從下方進入 但是這根本與法醫的報告背道而馳 多樣證據顯示 Jodie 根本就是一個大化驚 當然了 法官跟陪審團至少是正常的 不會去踩信 Jodie 的說法 Jodie 最終被判一級謀殺罪名成立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雖然 Jodie 被判有罪時 身後傳出了歡呼的聲音 但可笑的是 因為長相尚算甜美的 Jodie 在法庭上高談破論自己與 Travis 的姓氏 甚至公開了自己與被害人的大量性愛影音 引起了廣大群眾的注意 特別是一些男性對其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Jodie 不停更改辯詞 還洋裝楚楚可憐 就連她的辯護律師都聲稱她是一條變色龍 當然她的高超演技也是有回報的 有人堅信 Jodie 是被誤判的 甚至有人將她視為偶像 認為她在法庭上公開錄音 即代表自己在法庭上辯解是非常勇敢的行為 每個禮拜都有大批粉絲信送到她的手裡 為她加油打氣 更有不少人在信中與她求婚 就連名為Lefty 的美國黑人rapper也是 Jodie 的狂樂粉絲 還專門寫了一首歌來表達對 Jodie 的同情 有時真是搞不懂極端粉絲的扭曲思想啊 好啦 今天繼續就到這裡 喜歡這部影片歡迎分享留言按讚訂閱 至於後續最新的影片都知道了 掰掰